今天國民黨中常委改選 不過由於今年是禁止拉票 所以氣氛呢 很明顯的感受到不如以往熱絡 看不到候選人的旗幟 也聽不到加油聲 而不少人也抱怨認為中常會失去了決策功能 所以許多的中常委不想要連任 至於張顯耀泄密案引發的風波 面對媒體的詢問 馬總統都不回應 駭蟲說引發爭議 加上年底選情緊繃 馬總統都是微笑不回應 國民黨中常委改選 馬總統一大早身穿Polo衫前往投票 只是以往總有候選人在門口掛布條拉票 但因為今年禁止 氣氛顯得冷清 來投票了稀稀落落 直到連勝文出現才熱絡許多 握手韓宣連勝文在黨內也要積極拉票 讓中常委成為自己堅強後盾 只是中常委選舉熱度一年不如一年 尤其馬總統上任後推動黨政分離 中常會決策功能不如一望 不少中常委很感慨 照理講中常會的結構應該在黨裡面 算是有一個決策的結構 但是現在好像把它變成一個建議的機構 這大概是黨對這種常會比較不重視 少數是不連任 對 那我之所以想進中常會 也是希望說就是我剛才講的 能夠給馬主席一些比較好的建議 雖然中常會功能弱化 但是想給總統建言 確實是能直接面見的機會 而中常委身兼輔選重要角色 只是眼見選戰倒數 就怕中常委選情反映年底選情冷清清 有電TV蠟友生肖炳太陽報導 在這間內選擇 就在這間內選擇 了千萬維